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收看《耀财财经台》 下周发达赶场的环节 相媒嘉宾是来自《耀财经》 研究部经理直耀辉先生 Stan你好 今日市况非常差 低开了340-47点 跌幅不断扩大 今年暂时的低位是22,019点 半天可以说是在险守22,000点 跌至476点 跌至22,057点 看开市之后的表现 最新跌至498点 22,034点 主板成交已经有448亿 同时先跟进市况 大家都很担心 勾储危机会重燃 蔡普洛斯出现擠提的情况 很久没有试过擠提 你可以说自己本身 今次处理的手法有些问题 但我这样看法 看回蔡普洛斯的情况 本身只是占欧元区的GDP 是0.4%左右 比例是很小的 但的而且确有件事 不可以否认 就是说 发生了当地 需要求援之后 的而且确引起市场上 对于勾储危机 之前 可能大家觉得 已经平成了 再勾起 比较上的 斑明浪的因素 但我自己会认为 现在这次的情况 建议现在的局势 有机会再演化到更严重的地步 这件事是有保留的 因为刚刚说到 其实你说 蔡普洛斯 对于欧元区的 跌比真的比较小 所以真实的影响 其实真的不大 但问题是 一突弹 或者解释 你的后果就是说 解释蔡普洛斯 脱欧的话 特地而且开了先例 所以大家都会 防止这件事发生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定是要够 但其实照顾金額 100亿欧元 其实真的不大 所以变相之下 你说是不是很大影响 我自己觉得是有些保留 但我们看回整体上 的而且确 全投资市场上 似乎那个投资气氛 的而且确是转弱了 这也同时 可能在上星期的时间 其实美国方面公布出来的 消费者重心 可能都是大跌有关 而看回我们方面 的而且确 之前说的 是在昨天的时间 记者会上似乎 没有太多的大突破 例如阿里克强 阿总理 你说在记者会上 没有太大对政策方面 太大的方向 或者政策公布出来 另外也看回 今天时间 也是在政监会方面 我们方面 也是有人事上的调动 这些一连串的因素 都可以说是影响着港股的表现 所以变相之下 港股 在形势上 的而且确是转弱了 甚至少 你可以说是内交菌 再加上 就是说 这个美汇指数 也是在高位上走 这些因素 都可以说是拖累 港股有个 今天有个比较差的表现 的而且确比我之前 如期为差 我都是比较上 可能之前的时间 比较是 比较是 我觉得是 严格上 跌多了 但是形势上 的而且确比较 刚刚说到 转弱了 所以从初步看 这一刻 已经跌穿了之前 我所说的位置 大概是 这个位置 22,300点 这个位置 都附近 下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置 应该会纯延到 大概接近 21,800 21,700 这些水平的位置 所以后市方面 都是先看 21,700 但是我会觉得 跌下去 10月尾 10月头 这些位置的时间 应该会开始 有些比较大的支持 大市应该有机会 可能出现 一些比较反弹 今早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还有汇丰的裁员 拖累着大市跌 顺便看看 抛空榜 排名 反而最多的 就是中国银行 3988 抛空今晚有3.57亿 佔了总额9.78% 佔了股份成价27.35% 其次就是 安文石A50 中国基金3.45亿 佔了总额9.4% 盈富基金佔了接近8% 沽空今晚有2.92亿 南方A50 2.08亿 佔了总额5.7% 我觉得永远都是 正期来说都是指数成分 是没错 就是相关的指数 但发现中国银行 今天就抛空今晚更多 其实香港上市 有中资背景的内银 今天全线都下跌 拖累大致跌至过8点 内银股的情况怎么看呢 即将要公布业绩 但市况又变得这么差 我想这样的看法 你说今天中国银行 为什么会有官员特别多 可能和他们的董事长 赵刚 可能现在是转为 政监会主席有关 当然你是董事长人选 应该就很快会订下来 但我也是贊成的 你看回来 在近日的表现上 似乎都真的做得比较差 这个也和内地方面 在银根政策方面 可能在资料的时间 有机会收紧有关 但现在这一刻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都是公司业绩的情况 事实上 浪人股在上年度的业绩 整体上应该会有不差的表现 特别是 如果你看回来 1至9月的时间 9月份的表现上 其实严格上 每一间都做得相对比较不错 如果以之前来计算 金银行也出了盈利的预期 反映上年全年来计算 浪人股的表现是不差的 如果以现时的估值来计算 这些价格相对是合理 但正如今早已说过 浪人股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除了在银根比较紧的时间 有可能收紧之下 另外一个比较大家关注的地方 就是市场化这个因素 因为如果真的这样行的话 变相对于来人股的盈利方面 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变相市场就是 来人股在之前几年的时间 基本上都维持了一个比较快 比较高增长的情况 在之后的时间 应该会比较难会发生 但也是正如之前所说 只要来人股 虽然盈利方面 可能增速会放慢 但只要他们维持现在这个派息的情况 我觉得又不需要太担心 所以如果浪人股这一转 再有些调整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 可以考虑一下 不太担心 好 顺便跟进一下 主要蓝筹股 刚刚提到的几只股份 最新表现是如何 匯控现在跌至2.5% 做83.9 跌至2.2 中移动跌至3 做81.25 中国银行跌至1.25 做3.45 工商银行跌至1.6 做5.25 健康6.1 跌至1.6 港交所跌至2% 做133.6 跌至2.7 中国银行跌至5.5 21.4 有帮保险 做33.5 跌至1 藤信控股跌至9.6 做264.6 金沙中国跌至4 做34.5 长实跌至3元 做110元 新闻基地产 做104.6 跌至1.6 九仓 做60.4 跌至2.05 另外 中国海外跌至5 做21.05 另外 华原置地 做19.1 跌至3 中海油最新跌至2.4 做14.42 中石油跌至2 做10.38 中石化跌至1.2 做8.58 昆仑能源跌至3.4 做15.9 中石化跌至5.5 做28.6 待会再和Stanley谈谈其他板块的表现 内地股市亦下跌多了 上市指数最新跌至1.2 做2,251 做2,251 跌至26 湖深300指数也跌至1 做2,511 做2,511 待会再见